白憲苦等打疫苗 蔡政府卻喊疫苗已經買夠 但攤開採購清單 政府買的國際疫苗 AZ和莫德納 總共不過1900萬劑 反而是連緊急授權 都沒拿到的國產疫苗 簽約1到2000萬劑 換言之 能被國際認真的疫苗 台灣根本就不夠 既然如此 蔡政府為何不准民間 繼續買BNT 台灣今年確診 新增超過1.4萬人 7百多人死亡 但嚴重死傷不然可以挽回 因為有企業爆料 早在今年年初就告訴政府 可以幫忙買疫苗 但被無情打回票 我就乖寶寶的 我就沒有再做下去 徐勳東說自己有醫院 又和德國大企業合作 買到疫苗絕不是問題 蔡政府難道真為了 國產疫苗或是意識形態 不讓企業買BNT 這個非常敏感性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應該政府做比較好 比較敏感的一個題材 要如何得到這個 你可能要在採購上 要有一些靈活的動作 蔡政府說明年將購買 一千五百萬劑莫德納 您嘴說這一聽數量 就知道有貓膩 買的顯然是不夠的 昨天接著這個炒股票 我發橫財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 疫苗不夠打害殘百姓 當政府硬說疫苗足夠 百姓擔心 內清單中的這千萬劑 國產疫苗 難道真的得打在我的手臂 這條楊世去李懿璇 台北報導 臨時去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